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外长法比尤斯 习近平强调中法都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 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持相同看法 两国友好基础深厚 明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 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开创精神 深化战略互信 加强在双边及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合作 不断充实中法新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相信中法关系的发展 不仅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也有利于构建发达国家 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共赢的新模式 有利于促进中欧关系发展 有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中方高度重视奥朗德总统 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我期待着同他就中法关系 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加深了解增进共识扩大合作 为中法关系的长期发展 确定方向 法比尤斯表示 法中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 都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 稳定和发展 世界需要法中加强合作 奥朗德总统将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 产生后首位访华的西方大国元首 这充分显示出法方 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的开创性 相信这次访问将为法中关系发展 注入新动力